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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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吃我一斤 妹妹 你没事吧 哥 多亏你来了 妹妹 你真是经过不让须眉 哥 只可惜你这么个漂亮的女孩子 为什么总是喜欢扮成男孩子 要是有人知道 你是司徒大将军的女儿司徒靖 肯定吃惊的 连嘴都喝不容 哥 快去看看那些着火的房子吧 嗯 走吧 嗯 三爹是女伴男中 是司徒清明的女儿司徒靖 天哪 既然有这样的女孩 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女孩呢 怪不得我对她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亲密感觉 原来是个女孩 白云飞扬 你可是把镯子送给人家了 还不错 都变了 又是上场 都变了 别担了 别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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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Bureau 别担过了 原来是手我盖的吗 少来都不是我盖的 也真是手我盖的 ett上 这里只不过是一些遮风避雨的地方 为什么要把他们毁掉 他们这些老的弱的还有女人 该怎么办呢 要紧三弟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大哥 可是你们的珠宝都快被我用完了 我还有点银子 明天都交给你们 我家在城外离这不远处有个庄园 有几十间房间 我已经跟无双说好了 等一下把难民带过去挤一挤 大哥 你真是好心肠 我替这些难民谢谢你了 对了 你们知道那些人的来历吗 我知道 可你们别传出去 他们是文丞相府的人 我刚刚挑掉了领头人的面金 他是文涛 小学少爷 滚逃 滚逃 涛儿 涛儿 朕做点 涛儿 大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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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已在途中 马上就到 马上就到 尾薛 说 怎么回事 这事情怎么发生的 是怎么回事 老爷息怒 有人占了少爷在城外盖房的地 少爷就去找他们理论 他们不肯让 我们两家就动起手来了 他们人多势众 我们不敌就离开了 没想到少爷就 就中斤了 谁 是谁 是谁 是谁敢伤害我的儿子 人家 里面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个小龙虾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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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别急 大夫 大夫 我日情况怎么样 丞相 少爷的伤势恐怕 恐怕不太乐观 不太乐观 这这这怎么个不太乐观呢 在下以为少爷暂时止了血 只是剑插入背部很深 脏腹一伤 你实在不义取荐 只怕是一时不慎 会伤及脏腹 危及生命 怎么会这么严重 怎么他就会这么严重 在下医术不精 不敢贸然为少爷取荐 不过 以在下之荐 还是要早做准备 你 你不能医治我儿子的病 也就算了 你干嘛救我儿子 你这个庸医 你胡说八道 你给我滚 滚 滚出去 爹 您伤害五遭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 滚出去 下去啊 是是是 滚 温桃 温桃 桃儿 桃儿你不能有事 爹 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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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会把害死你的人 碎尸缓断 爹 我看 您不妨进宫求救大姐 让她想想办法 弟弟的伤 一般大夫可能治不了 或许宫里的御医有办法 对 找你大姐 去宫里 去宫里 陈黎 卑职在 船宫中最好的外商御医 立刻前往丞相府 为文韬治病 是 对了 还要多带几个人 这宫里的御药 也可以任意取用 是 多谢皇城圣采 丞相请 谢皇上 文韬是朕的表弟 朕也十分关心他 皇上 文韬只不过是选快地盖个房子 没想到就被下了如此毒手 这背后恐怕不止物伤这么简单 那究竟是什么人有这么大胆子 敢伤文韬啊 皇上 这 启禀皇上 伤害文韬的人 蛮横无礼人多势众 他们出手凶狠 连跟文韬在一起的人 也不知他们是什么来路 文韬是丞相之子 又是皇亲国戚 不管他是什么人 也不管他是什么来路 查出来以后 一定要严惩不待 皇上 你要替文韬做主啊 权利刑部和九城兵瓦司全力追查赵氏云兄 不必追拿归案严加室去 多谢皇上圣财 刚才啊 我正要指证那司徒建南的事 你为什么拦着我 妹儿 要是这么早就把大将军府的人牵扯进来 那皇上还怎么放手 让我去捉拿凶手啊 再者 皇上 他最近一直偏袒司徒青云家 我们一定要抓实的证据 出手一击 就让他司徒青云家承受不了 但是这个证据要到哪儿去找啊 听说 这次的罪魁祸首 是一个叫小龙虾的什么小混混 对 这次先捉住小龙虾 然后再挖出司徒建南 如果你的弟弟 这次要一个三长两短 司徒青云家 一个都活不了 文章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马上就把文强姐 许配给梁君卓呢 小妹 你说哥哥我该怎么办 现在我真的是万念俱灰了 哥哥你放心 我说过帮你的 我绝不会让文强姐嫁给别人 本来就焦头烂额了 现在又伤了文韬 这院 结得是越来越深 你说我怎么还有可能 去做人家女婿 哥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不能往后退了 你千万不能泄气啊 有妹妹我呢 文强姐姐的事 我会帮你解决的 算了 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 由她去吧 对了 今天拼命帮助你 后来突然不见了那些蒙面人 你真的不认识他们吗 我也搞不清楚 你脑门子的疑问 要不是那个蒙面的拼命救我 我这条命可就悬了 奇怪 我总觉得那个蒙面人 有点熟悉 我也有同感 只是记不起来 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是谁呢 师父 您的伤怎么样了 不碍事 公主要是知道是您救了她 不知道有多感激呢 现在还不能让公主知道 师父 弟子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是不是想说白云飞的事 我觉得师父有些行妇人之人 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 鸿门宴的故事 项羽刚愎自用行妇人之人 放过刘邦 以至最后落得一个 乌江自吻的下场 我们现在摆的不是鸿门宴 更不会是项羽和刘邦 师父 我们做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了这惊天大业 我们可以杀人流血 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知道要复国 难免会有无辜的牺牲者 师父分得很清楚 只不过要杀白云飞 还不到时机 要是都像师父这样 我们就永远没有好时机了 秋夕 有些事你太过偏激了 复国大业虽然很艰难 我绝对不会放弃 你就放心吧 不过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不太明白 什么问题 我真不明白 公主怎么会和我们的对手 都交上了朋友 还有皇上 实在是太奇怪了 公主怕是还不知道 皇上的真实身份 那白云飞的身份 公主也未必知道 那公主会不会有危险 上次公主入狱 皇上相救 白云飞也有权利帮忙 他们两个不会伤害公主的 还好公主今天没有出事 有件事我有些担心 什么事 刚才我射伤了那个领头的 后来才知道 他是文章的儿子文涛 真的 司徒贱难已经认出了文涛 我那一件 可能真是射坏了事 文涛负伤肯定极重 我可能给司徒家 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词曲织 李宗盛 监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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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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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